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再回來 星爹網台的第二節 《與導師有約》 對了,Owen,我很想教我家人 怎樣分別或者知道 減低手提電話對我們的傷害 剛才聽你說了很多,其實我都有點擔心 最重要是一個認知 因為那些人如果不知道手機 或者是WiFi 或者室內無線電話對他的傷害 他就不會去做事 當他明白了之後 他自己可以證明得到 他才會順利 我現在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用這部手機 我們先試一次在沒有開手機的情況下 做一個拉力測試 一隻手放在肩膊上 一隻手放在另一隻手上 然後按下 我發現當他沒有握任何樣子 手很大力的 因為我們再拿一部手機 握在身上 手提電話 對 再用你自己的手提電話 你肯定沒有人做過手腳了 因為我們看看 用這隻手指 都可以按下它 現在我們再示範一次 沒有手機的情況下 因為一個實驗 是可以重複 現在我再按 發覺它的力是回來了 真的很特別 很特別 你再試一次拿著手機 我們再第二次 好 讓我這次大一點才行 我發現我現在 用這隻手指 也一樣可以按下它 它是沒有了兩三成的力以上 嗯 多個都不知道 現在給大家知道 糟了 如果你去到外面 很多周圍的手機都圍著你 對 很難避免的 好還 我有WiFi 我現在用一張 兩萬六千個Bowiz的 超能量卡 去放在手機附近 或者在它身上 我們再做一次拉力測試 大家看到它力回來了 嗯 那為了證明這張卡真的有效 我們拿走它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拉力測試 那我們看到 不要說了一隻手指 如果整隻手就 一聲就按下 嗯 是啊 真的很大分別 那大家可以在家 自己去試這個簡單的方法 告訴家人 喂 小心了 你的手機不可以再放在耳朵旁 因為它對你的身體有傷害 嗯 那如果傷害一陣間 傷害你兩三成呢 短時間你不覺得 是 但是整天是這樣的 你就很快 你有癌症 或者是古靈症患病 好 這個真的要慎重考慮一下 Oben 我知道 你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和學習 都差不多接近十年了 其實過往這段日子裡面 你通常在哪個地方 去將這個電磁波這個知識 去告訴其他人 你聽的呢 最主要都是在香港 中國 和加拿大 是 因為其他在歐洲地方 我都是一個學生身份 你真的欠了 那或者我只是簡單講講 怎樣去擋電磁波 好啊 或者鼻的方法 第一樣呢 如果是你自己製造的輻射 麻煩你拿走它 就是說你自己製造的Wi-Fi 你自己製造的室內無線電話 你的手機 盡量用回有線的東西 你去代替它 OK 先講Wi-Fi Wi-Fi是最傷的 是手機傷害的一千倍 噢 接著到這個室內無線電話 是傷害的 手機傷害的五十倍 嗯 那就是說你回家 一不用Wi-Fi 立即要關掉它 你用的時候 最好都找個防複石材 包住它 是 將你的手機 塞進去那個帳幕仔裏 那變了 那些輻射不會射出來 不會影響到別人 OK 特別你的家人 是 那如果你的室內無線電話 就轉回到有線電話 噢 那你自己的手機 回家 就飛回線 去你普通的有線電話那裏 是 然後關掉機器 那每次你要用回Wi-Fi 你用回你有線的搏法 哦 用回電腦 可以不激 即是雙手機都把電腦放回到電腦裏 一樣可以收到你的Whatsapp 啊 Vchat 明白 Line都可以通過電腦收到的 那你就是零電池波的方法 噢 那如果你在街上 當然你不可以做那麼多事 那唯一辦法 麻煩你一定用回 每次用回耳繩來聽 是 那 還有拉到有那麼遠得那麼遠 通常呢 我去 出街呢 我聽電話呢 聽到很遠的 是 每個人都問會不會爆 就爆 因為不會讓路 哦 哦 OK 但是如果我們在大廈裡面 甚至在自己公司 他們都會有Wi-Fi這個設備 那段時間 某個程度上 其實我們就是在Wi-Fi的環境下生活著 那又可以怎樣呢 是 最理想的就是說 如果等你的同事去認知了 啊 你的老闆都知道呢 Wi-Fi對他的傷害呢 他就會用回全部有線的做法 就是你們所有的電腦呢 那些螢幕都用回電線來搏 是 那你就可以乾乾淨淨的 那留一個小小的位呢 如果哪個同事要用Wi-Fi 是 來收到他的WhatsApp的東西呢 就可以埋到這個帳幕仔那裡 把那部手機塞下去 就是收了或者發了之後呢 然後再收到 拿出來 那那個Wi-Fi呢 就走在那個位置了 嗯 就不會整間公司都到處射了 啊 OK 那另外你家裡呢 嗯 如果是外面射進來的輻射 是 那最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在窗門那裡 門那裡 找防輻射材料擋了它 嗯 那很多時候一般呢 我就叫人家 你自己找人去量度了 你家裡的輻射先 那用完儀器呢 去量度了知道 哪裡射過來的 有多少強度 然後呢 先用正確的輻射材料 嗯 嗯 那第三種呢 就是地下的輻射了 地下的輻射呢 一般來說是很難擋的 哦 那如果你睡的位置呢 坐的位置是 下面有水道斷層 水道的意思呢 就不是一條水喉的意思 是地下的河流 就算你住在五十層那麽高呢 都是有這個輻射射上來的 那是不是越矮 輻射的接收的那個 覆蓋面就越大 嗯 差不多 其實那條 你當它是一條柱這樣上 是 是一條牆這樣上來的 那我們 人的生活的地方 其實好像一個雞蛋格 雞蛋盒一樣 是 那是一層層的 那你吸收到這些東西呢 就會對身體有影響 是 那我們在學校學的方法就說 最好麻煩你 移一下你的床 哦 移到你沒有一個位置是對的 那這個方法你可以在自己家裡試的 你找一張尖 鋪在地下的地方 去睡十分鐘 是 如果你覺得睡的位置是暖是舒服呢 這個是好位來的 哦 如果你睡的位置覺得冷 覺得有些東西硬住 不舒服呢 那個位置下面是有地下輻射的 那用一個簡單的測試呢 就可以找得到了 嗯 那當然如果你要很準確呢 你就要找人用地字板去量度給你看 嗯 找清楚所有的位置 是 那我記得有朋友跟我說 喂 香港呢 我們每個房間啊 還要打側才能進到 你還要我退了床 我做不到 是啊 這個也是事實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通常教人呢 就說 你可以 用一些高能量的卡 或者產品 放在你的床旁邊 是 來將那個水道斷層的輻射呢 將它打散了它 或者引走了它 是 讓它呢 不會直接掃到你的床 掃到你的身 嗯 但是這個呢 做這個就要很小心了 要讀得很清楚 就是 就不要被人說 哎 我買兩塊水晶了 什麼都搞定 世界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哦 哦 我剛才聽你說呢 都需要有人呢 相關的人呢 去懂得幫我們量 那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 在哪一方面 找到相關資料 甚至 如果收費 又會不會很貴呢 這些這麼冷門 這麼專業的東西 我覺得呢 在歐洲一般來說呢 是收四百到八百個歐元 再加上交通費 哦 那變成一個歐元 是為了十塊港幣 差不多在歐洲呢 是四千到八千塊港幣 去做一次測試的 都不是在人家給得起 這個是貴的 所以我覺得 最好的方法呢 你們自己學了它 那你一百幾十塊 學到的東西 你為什麼不自己去學了 將來就算你搬屋 找屋 你有了這個知識了 你會幫個兒子呢 或者幫個女兒 找個好位坐 令他讀書快了 你投資的時間 和錢呢 是賺很多倍回來的 嗯 聽你這麼說 其實奧雲 只要跟你去上課的話 其實已經是很容易 掌握到這個技術 也都可以幫到 自己身邊的朋友 去處理這個問題 是 這個呢 除了是說 一個地池的輻射 可以去找到之外 是 其他東西呢 將來我們都會做一個簡單的方法 因為這些儀器是比較貴的 哦 由幾千元到幾萬元的 是 那我是跟那邊的學會 去商量 拿一些二手的儀器回來 可以便宜地租給那些人用 但是呢 那些人用之前呢 是要去上課 學了怎樣用 怎樣量度的方法 那它便可以幫到自己 又可以幫到朋友 嗯 這都是我們生活上最簡單 可以處理到的問題 我看到譬如 我聽說 好像譬如 電磁波 其實牽涉的電器 都非常之廣泛的 甚至可能是 現在冬天呢 我們的電鏈煎 電熱水壺 更加不要說 微波爐 這些全部都有 或多或少的電磁波 不知道是不是呢 是 最傷的東西 是最近身的東西 啊 譬如說 現在開始冷 有些人會放一張電煎 在那裏 他說我暖住 睡得好很多 但是呢 他不知道有個問題呢 當你開著電煎 睡覺的時候呢 那個如果是普通的電煎 是出來一個交流的 電場和磁場 這個就會影響到你的身體 如果 所以好的方法就是 將一張煎 加熱了 弄到你的床暖了 然後就把插縮 單是關鍵也是不夠的 單是關鍵也是不夠的 單是關鍵也還有個電場在 哦 OK 嗯 那就是說 所有的電器 是低頻的電器 一定離身是一個米以上 是 或者還有可以在 做到呢 加一個按鈕 是 這個按鈕呢 在Fuse的箱那裏 當你關到最後一眼燈的時候 你屋裏面那個電場 就變成直流 嗯 變成零電磁波了 當你半夜起床 或者你起床 你再開關鍵的時候 它這個鍵再給你交流電 嗯 用這個方法呢 就可以很輕易地解決到問題 嗯 對於初學者來說 如果真的要好好去處理 關於電磁波對身體上的影響 除了跟你上課 這個我想是 可以看到你怎樣示範給我們看 之外 其實他們都會不會有其他生活上面的細節 他們可以自己留意 或者簡單如就是 可能即場 如果在這裏 奧雲聽完你講之後 已經可以自己 立即可以試一下 我做了一個網站 也是叫人去認識多些先 啊 即是說 除了他們上課之外 他們可以上網站看這些知識 因為我是將所有這些法文 德文 譯了做是中文的 嗯 但是一般來講 因為我收的價錢是很少 是 那如果請老師過來 他是本來講德文 或者荷蘭文的 如果有人幫你做了信事傳譯 就是收你這麼少錢 你不去學 是一個很大的浪費 那也是 會不會過往這十年裏面 都有一些很特別的例子 你覺得呢 人節能夠令到你今時今日 還將這件事去推廣 一定是你背後呢 可能曾經有一些不同的事情 或者你經歷過 或者發生 而令到你今時今日 還有這個使命的 那會不會有些事情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嗯 因為我是有去學中醫 有學脊醫 有學眼科 哦 明白 但是發覺呢 為什麼有些人醫極都不好呢 是 因為他們影響身體 有很多樣東西 除了你的飲食 生活習慣 運動 休息 心理 但是 如果周圍的環境 這些周圍的福氣 不停地影響著他 這些人都是會有毛病的 所以 還有這一範 是太少人去認知了 所以我 以前呢 我是叫人去用中醫 用脊醫去保健 現在就教他們 麻煩你用完十樣的方法 是 特別是環境學 是 你將你周圍的環境整好 你讀書 你做事 你做事 你一樣都不同了 嗯 我會叫人去學 將家裡的能量整高了之後 整家人的健康會提升了 是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好了 而且每個人工作 在公司 在學校都會順 這些學識 是很好用的 如果誰學了之後 將來 就算他們移民去其他地方 或者搬另一間屋 買另一間屋 那我怎麼拿走它呢 有幾個方法 這個是可以用運動 和去飲食的方法 是拿走的 那看你的毒素在哪裏 是 因為積在肺經的 你是要出汗來拿走的 積在其他地方的話 是要靠你的飲食 去經過你排便 來拿走的 是 甚至有些情況之下 可能要找個地方 用梅花針 開一些小孔 來把那些乳血吸光出來 噢 噢 吸光之後 你是會精神回來了 很多問題會自己解決 噢 原來其實 似乎 我們想去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應該都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幫助自己的身體 剛才聽你這樣說 Owen 因為你除了在地質物理學這邊 有這麼多的鑽研之外 其實你在其他醫學上面 都有很多深吵 所以在同一時間裏面 其實你都雖然有不同的方法 去照顧自己的健康 今天真的很大得益 我去學是一個預防醫療 這個預防醫療是包括了很多樣 剛才講的環境學 或者是地質心學 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這些都會在將來的課程中 都會介紹給大家 令到大家都可以開心心 健健康康 去做事 今天這裡真是樂意不淺 Owen 我想今天我們簡單 和聽眾大家可以分享的 就是Owen可以告訴我們 原來我們要去防止 電磁波的輻射 其實不是一件這麼難的事 只要平時在生活上面 我們多加注意 亦都在適當的時間裏面 去做一些相對的措施 當然不少的就是 我想最好就是 抽些時間去找Owen學習一下 我想這個對我們現今的日子裏面 除了可以處理自己的健康之外 還可以幫到身邊的人 你聽Owen說 不重視健康 甚至可能是請個伙計 可能是買一間屋 我們香港人最講的物業 這一方面 原來都有很多大的匹益 好 今天我們這個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